7月12号 微解封出现了一丝的束光 所以很多的餐饮业者开始超前部署了 那有业者呢 甚至打算要在餐桌上放QR Code 让消费者入内用餐直接线上点餐 减少跟员工接触的机会 打开蒸笼 拿出小猪造型的流沙包 立刻端上桌要趁热吃 但疫情期间都只能点外带 对于7月12号可能有机会微解封 不少餐厅也摩拳擦掌再准备 要内用的顾客进门少不了凉额温 喷酒精检查实名制 餐厅还在桌上准备新法宝 为了减少顾客和员工用餐 业者摆上公仔 只要少QR Code就能不走动点餐 而原本餐厅内用可以容纳26个人 若微解封会调整10人 在夜时间也有变化 从全天候时段调整中午和晚餐 两个主要用餐时段来接客 一定要先在门口排队 然后我们来安排周围 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安全吧 科研局的理由就对了 就是卫生日式一定要有 要保障他们 要保障我们 餐厅有机会微解封 隔板需求量大增 压克力厂也忙翻甜 这个都是一些连锁餐厅 提早预定的隔板 店外堆叠好几层压克力板 走进店内 老板也是赶着要出货 拿着压克力切割 有不同厚度和大小 因餐厅客制化 还加码用电动化来采切 比之前当然是多很多 多很多倍的数量出来 尤其是餐饮业部分 餐厅的话数量都是几千片 在顶着这样子 业者表示疫情期间 定制隔板比去年成长多十倍 面对有可能微解封 餐厅准备好防疫必备用品 给顾客安全的用餐环境 三一生李文生张启云台北